國際社會歡迎一個國際法庭裁定 前利比利亞總統泰勒在塞拉利昂 犯下幫助並疏使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海牙特別法庭 星期四裁定泰勒犯有所有首一項對他的指控 包括恐怖主義、塞拉利昂反政府武裝的謀殺和強姦行為 反政府武裝用勞役勞工開採的鑽石向泰勒購買武器 塞拉利昂11年內戰的很多受害者都說 他們對判決感到滿意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李宗盛